哈喽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主题呢 那就是初学者必懂的导览器三大功能哦 关于导览器的使用跟介绍 请务必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哦 看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那我们回到软体本身 导览器呢本身是个小视窗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小视窗的话 请将滑鼠移到上方 选择视窗 导览器 按下去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小视窗哦 那当你打开这个小视窗以后 在这里我有放一张图的这个地方呢 它本身就是你的工作区域 那刚开始你建立档案的时候 工作区域的地方是空白的 那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个框框 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画布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主图设计呢 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当你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导览器这里会显示出来 那你如果今天你画的物件 是在工作区域以外 导览器本身是不会显示的哦 它只会显示你工作区域内的范围作品 所以呢通常像外面的部分 我都会放一些草稿 你都可以很安心的放在这里 不管是图片啊文字物件都可以 我现在呢移动这个背景物件 当我拖曳的时候 可以看到导览器的部分 也会跟着进行改变 它一样只会显示灰色一半的范围 另外一半呢因为它已经超出工作区域了 所以它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呢主图设计 都要放在这工作区域里面哦 那再来第二个导览器本身的功能 它可以进行缩小跟放大 你在按的同时 你的画面作品也会跟着一起改变 缩小显示 放大显示 那其实这部分呢本身有快捷键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本身不喜欢使用快捷键 可以直接在导览器上面进行放大跟缩小动作 今天你放大缩小后 假设我今天绘制或修改物件我想要往上移的话呢 你可以将滑鼠移到导览器上面 这时候呢会出现一支张开手的符号 滑鼠左键按下去 用拖移的方式 你可以进行移动 这样子呢就可以简单移动到你想要修改的地方 可以再进行放大 然后再拖曳 这就是导览器非常简单又实用的功能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别忘了记得留言哦 如果喜欢影片按个喜欢版面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 结束 我们下支影片说 实际上